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讲什么是对称加密 那么在之前的时候 我讲过了一个最简单的对称加密 它叫做凯撒密码 凯撒密码是怎么工作的呢 那就是我把一个字母 比如说B是不是 我向后移动三位 然后就变成了E 对吧 所以B就变成了E 这就是加密过程 所以说我要是有个字符串的话 比如说ABCDEF 那么它加密过之后的结果 就应该是DFJHI 这个是凯撒密码加密的过程 那么凯撒密码如何解密呢 那就把这个字母再回退三个字符 一个两个三个 它就自动就解密了 所以说这就是凯撒密码的一种实现形式 那么凯撒密码是一种非常标准的 对称加密的方式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方式像什么呢 像一把锁 是吧 当我们想要去把这个锁锁上的时候呢 我们讲钥匙插到这个锁孔里面 然后呢 我们顺时间的去拧动这个钥匙 那么这个锁就被锁上了 那么像这个加密方法一样 是吧 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把它加密 那么解密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钥匙再插回到这个孔里面 然后逆时针的拧 对吧 相反的方向去拧 然后发现 就给它拧回去了 所以这就叫对称加密 它这个上锁的只有这样一个东西 只有这样一把钥匙 那么这把钥匙到底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凯撒密码里面 它的这个加密的这个钥匙就是三 是吧 因为它要向后移动一个两个三个 要移动三格 所以这个钥匙呢 叫做三 是不是 然后呢 解密的时候呢 这个钥匙也是三 是不是 往回来移动三格 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对称加密 我们在之后的视频中会为大家讲解非对称加密 对称加密呢 是这个世界上最早的加密方式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 人们这个书信书信往来 是不是 那么其实有一种另外一种方式 也叫对称加密 那就是往这个信上面倒上一点蜡 然后拿一个那个自己的那个家族印记 然后坑往上面盖一下 这也是其实一种对称加密的方式 那么对方看到这种 对方看到这个上面盖的这个这个 这个拖了之后呢 就知道这封信没有被拆开过啊 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对称加密的一种形式 那么对称加密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加密方式 是不是 比如说我们写 我们要给别人写一封情书 那么我们把这封情书呢 每个字母都朝后移动一格 对吧 那么这封信就变成了完全的乱码 完全无法解答了 是不是 那么对称加密的话呢 至今也是使用了最为广泛的方式 因为对称加密的速度非常快 你想就拧这个钥匙嘛 对吧 速度非常的快 加密写的速度非常的高效 而且呢 我们在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加密的这个状态里面呢 还有一些新的加密方式 这是现在的高级加密方式 比如说这是S AES加密法 AES256 AES256是一个非常高级的加密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非常难以破译 是不是 就是AES256 那么我们现在在使用的这个互联网的时候 大家之前使用的时候有http和https 那么https那个s其实代表是加密 是不是 你可以理解为safe 是吧 那么这个S的话呢 最开始使用非对称加密交换 交换自己的公钥和私钥 之后呢 在这个交换公钥私钥之后 就是交换了绘画密钥之后呢 就使用了对称加密 就是使用的AES256这样的一个方式 去加密你说过的每句话和服务器之间加密 那么为什么要 为什么大家一直不用这个非对称加密 只用非对称加密去交换公钥的 因为对称加密有一个问题 我们来看对称加密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这个想要打开这把锁和关闭这把锁的话 都得需要这把钥匙 是不是 那么如果要是我给朋友寄封信的话 那我就得首先先把钥匙给他 是吧 那先把钥匙给他 然后他能够把这个钥匙呢 就说我给他锁上以后 他到他把这个盒子发给他了以后 他能把那个盒子再给他打开 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需要先交换这个钥匙 是不是 那么非对称加密呢 就给我们交换钥匙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可以先把钥匙先交换了 之后呢 我们再这个用那个交换过的钥匙去打开这个锁 因为非对称加密的速度非常慢 而对称加密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我们之后会给大家继续讲解一些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的知识 那么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